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鬼马书生要拿冠军 大家好 我是鬼马书生 蒋老佳琪 我喜欢在网络上呢 用文字来评论身边的一些事情 上到名声下到八卦 后来发现呢 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其实挺多的 于是呢 我决定在网络之外 寻找一个更大的平台 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于是呢 我来到这样一个舞台 更重要的是要寻找那个 懂得我的导师 让我可以站在他巨人的肩膀上 继续吓死我自己 今晚首位选手 抽烤成章 豪严壮严 看他如何震撼发生 还有欢呼声 何嘉老师你好 介绍一下兄弟 好 我叫蒋佳琪 来自山东辽城 我今年二十六 至今没有女朋友 别人上街是手拉手 我上街是左手牵右手 好 接下来我们听你说 大家好 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单身贵族 前两天呢 我看了一个电视报道 很有意思 说到了2020年 咱们中国的单身汉人数呢 将会达到三千万 而到了2050年 这个数字将会变成 整整的一个亿 一个亿的单身汉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我们把这一个亿的单身汉呢 兼并兼排成一排 那将会是四万五千公里 相当于两个 咱们中国的万里长城的长度 想象一下 万里长城上 占满了单身汉 所有的单身汉 都张牙舞爪地喊着 我要脱单 我要对象 那感觉是不是就像 现实版的生化危机 关键是 这一个亿可都是大老爷们 你总不能指望他们 为了脱单 而内部结合吧 而大部分的男生 会把自己的首选目标 锁定为 女神 现在还有一种宅男妄图 和神结合 人神不能通婚的好吧 我有一个朋友 说他在QQ上 突然间发现 自己的女神 难得的上线了 于是呢 抓紧时间跑过去留言 啊 好久不见 我刚发了工资 请你吃饭呀 打过去 非常地潇洒 呵呵我睡了 啊 那我改天再请你吃饭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呵呵我睡了 你这个是设置的系统 自动回复吗 呵呵 对 在他的眼中 所有来平凡地 给他留言和送扬他的 都是屌子辈 矮桌兄 悲剑二 残骨腿 呆斋萌 这样的人 女神怎么可能会喜欢你是吧 你又不是长腿我爸李明浩 或者是教授杜明 所以 我常常用一首 我自己编的儿歌 来形容在网络上 追求女神的这种行为 那就是 他在他空间 发了张照片 他说自己已经分手好多天 我给他留了烟 说我喜欢你好多年 他高兴地说了声 呵呵再见 所以 还是那句话 不是我们不想找 而是真的希望呢 能够在我们自己 条件成熟了之后 一次性给我们的父母 找一个好的儿媳妇 但是 网络女神 我觉得就算了 宁可高傲的发霉 不要去卑微的恋爱 破锅自有破锅杆 破人也自有破人爱 在生活中遇到那个平凡的他 要比在网络上寻找他 要靠谱得多 我们除了忍耐 至少还能能在 只要相信真爱 他就一定能在 要么咱俩不爱 爱就爱得痛快 没有爱得灌灌 生活百无聊的 只要有好的心态 才能保持愉快 爱情也有好赖 绝对不可以草率 我是愿意等待 打网青春 不再 夏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年轻的朋友 都这么喜欢你的演讲 你看他们在后面 一直在不停地怂恿着 前面的导师 赶紧按下他们的选择键 可能我的话题 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吧 引起各位共鸣了吗 这么大声 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啊 有点小邪气 坏坏的 刚才你那句话 我觉得什么 破锅自有破锅盖 破人自有破人爱 后面还两句呢 若是真的爱起来 麻子脸上 放光彩 我告诉你一个 征服女神的方法 经过我的 刻苦的研究 目前呢 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没有老师 其实您不知道 其实很多女生 也曾经拜祷在我的石榴裙下 但我一直是百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要不是我本着一心向学 孩子早生买一大趟 我想问问勇哥 他们的导演 在你眼中是女神吗 女神 我现在啊 太悲惨了 我身边俩神像 我媳妇 还有我闺女 俩女神 所以当初你的 就是跟大家一样 都是想追女神 对 我就刚才他说的那样 我就是一癞蛤蟆 就想吃天鹅肉 怎么了 我也没有背景 我什么都没有 从新疆来到了北京 只要意志间 铁鼠 我成真 我再 我再替所有的女孩 替所有的女孩说一句 其实只要找对了人 你在那个男人的心目中 就是女神 谢谢鲁豫 谢谢鲁豫 对我家庭的这个 完美的诠释 谢谢 其实我知道 有的人在生活中 能够帮助你脱单 但是在我的工作的环境当中 有很多单身的 适龄的漂亮的女生 所以你要第一 考虑这一点 第二 我的制作公司 经常会做各式各类的节目 所以加入到我的阵营 我会尽可能的 从生活上 还有你的工作上 给予未来年轻人 更多的机会 请你考虑我 佳琪 我很欣赏你 小伙 其实怎么这么露骨啊 其实鲁豫知道 我今年会有一些 很大的系列计划 是你曾经刚才谈到过的 你的喜欢 我将重新把它撞大 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话 我会很高兴 谢谢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队营 呵呵 谢谢 谢谢林志明老师 林志明老师早期的作品 其实我都会唱 哦 永不回头 到草人 呃 是不是你 还有 很厉害 不是每个练习都有美好回忆 琴菜我都会唱 第二位导师 李永老师 您在早期 在央视主持的节目 对我来说 影响非常的大 没有坏影响吧 没有 没有 我记得当时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您对现场的观众说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高举号牌 然后呢 将您的那种 那个卡牌 潇洒的 扔向 观众朋友们 基于这方面的影响 我在我的母校 山东大学主持的时候 我都会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带一份惊喜 那就是 一把卡牌 鲁与老师 您对我而言 是一个知性 感性的女性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我觉得您在我的心中 就是那种 性格柔情似水 心地善良 清澈如水 感情事业 爱如潮水 就算面对穷山恶水 你也能拔山涉水 有如蜻蜓点水 最后 这几天天气干燥了 你一定要多喝白开水 戴琪 现在三位导师 都已经选择了你 你可以选择 他们三位当中的 任何一位 你也可以选择我 不过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一定会被我拒绝的 虽然 我非常喜欢你 乐嘉老师 我对您的认知呢 是从一档 相亲节目开始的 嗯 那个时候 我每一期都看 因为我太喜欢 您犀利的那种评语了 您的一些话 确实已经印在了 我的心中 我记得当时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男嘉宾 专门问一个女嘉宾而来 手里捧着一束花 然后呢 还有一本 她的记忆的书 要在临走之前 表白失败之后 送给这个女嘉宾 送给13号 唐静 我知道 对 您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最合理的做法 是将这本书 锁在箱子里 当你年老了 当你子孙满堂的时候 你对你的子孙说 你的爷爷当年 也年少轻狂过 你爷爷年少轻狂的历史 就在那个箱子当中 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时候 您在我心中的形象 简直帅炸了 您知道吗 是有邪气吧 小邪气啊 所以我也头盔又帅炸了 我刚刚消化到爆了 我特别讨厌别人在赞美我的时候 说那些空洞的话 哇 我好犀利啊 啊 好厉害啊 我得了 你的赞美言之有误 很具体 当你刚刚说出 那些细节的时候 我很温暖 因为那个情景 我立即在乎 你有才华 却不交谎 很好 好了 说完了 现在 你可以进行你的选择 财思敏据的鬼马书生 妙于解宜 成功征服三位导师 他是来者不惧 还是放手一搏 我来之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没有想到 四位导师 可以都向我伸出橄榄枝 我这个人呢 比较执念 想要的东西 一定要得到手 如果得不到了 OK 我转身离开 没有任何的怨言 所以今天我要 做出一个 我人生很大的赌注 我想 放弃三位导师的橄榄枝 去博得 X导师的回眸一笑 欧阳老师 请您认真地听我 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人们说 您最大的噱头 是您的光头 可以一年到头 不用洗头 不用梳头 还特别地抢镜头 但是我认为 您最大的噱头 是您的舌头 爱拍砖头 弹笑间带有一点滑头 可以家人骂得狗血淋头 让玩时也点头 并且出尽了风头 来到超演的这块山头 成为我们选手的火车头 让我们可以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可以握紧拳头 翻着跟头 打着浪头 永不向失败低头 掉个头 来说说我的头 我拥有很高的个头 但是论内涵 我没有什么脚头 论做人 也没有什么派头 喜欢舞里头 也常常搞的人 这儿的和尚摸不着头 但是 我不是转骨头 我拥有着冲向最前方的尽头 所以 欧阳老师 请您为我转头 并且点头 勾一勾您的手指头 竖起您的大拇指头 因为您要相信 我的好戏 一定还在后头 佳琪 我今天不会选择你 今天在最后 这么棒的那一段话 对我而言 没有用 因为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多说 在那个当口 你倾诉你的感受 和跟我情感之间的触摸 远胜过 你用那一番话 对我的赞扬 在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时刻 人生当中起到绝对力量的 一定不是靠这个人的才华 才华可以让人走到一个高点 但是如果只是发挥才华 这个人将无法达到至高点 所以你知道 在未来你的道路当中 一定会面临和在我过往人生当中 面临过同样的麻烦和付出的代价 那就是有的时候 自己已经准备好的东西 你必须狠下心来 把它给割掉 在那个当口 要让最自然的东西进行流露 因为只有那个东西 才能够最击中人心 加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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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齐加油 我是加齐 再见 X导师的拒绝 令你遗憾做过三位导师的垂心 但你台上的谈笑风声 五居一格 让我们不会忘记 我还小 虽然我27岁 但是我拥有一颗非常大的童心 我觉得还有时间 我还年轻 会有时间 慢慢地让我改正这些习惯 让我变成一个既有才气 又能融入社会的人 加齐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现在这段 请你原谅我没有选择你 但是你要相信 会谢谢你 不过 赛工是马 胭脂祸腹 以后的事情 谁都不知道 我会记得你的